全世界都在等一个人 到底是等谁呢 当然是等联准会主席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婉伦 欢迎老师 嗨妹妹你好 各位老师朋友大家好 台股持续震荡走低 大家是不是都在担心 都在观望这个联准会 后续的行情到底怎么看 是我们这边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今天晚上美股的预期震荡会非常大 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在等着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 到底会讲了些什么 那目前常常普遍预估说 联准会的利率会按兵不动 你可以看到按兵不动的 这个几率是高达90几% 那为什么会按兵不动呢 因为先前联准会有承诺过 他要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 才会开始这样启动缩表升息的一个循环 所以原则上今天的利率会议 不会对目前的基础利率 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那美股这边正大过程中 对吗 大家可能会稍微担心一下 虽然也让这台湾交险指数 今天是呈现一个震荡下下 那行情会不会受到联准会的影响 中哥认为 这边你倒不如先把它放在一边 因为中哥喜欢照着形态上面来去打单 你整天在这边 他爱我 他不爱我 说在也挺累的 联准会利率公布之后 自然会对这个 对这个全球行情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到时候我们就要照着形态上面来去调整策略就可以 那么加权指数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呢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强势整理的一个区间形态 那除了这个利率会议之外 其实今天还有台电出息 还有个什么 这个期货越结算 虽然让这个加权指数 今天的波动稍微放大一点 那这边是往下去做了一个压低 大家同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它有没有跌破 我们跟大家强调的这个点位 红色这条线 似乎是没有的 16000点还没有跌破 而且月线也是还守着 上扬月线有一定的支撑力道 那在这个区间我们定义什么 定义为一个强势整理区间 它行情是还有机会再去突破高点的 那直到什么 直到往下跌破这个区间 往下跌破这个区间 代表说形态上面就开始会比较偏向一个弱势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在一个整理区间 而且这个整理区间会开始这样 开始走一个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要做什么事 把均线纠结 那还记得先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过 这均线纠结的一个突破或是跌破 往往是一个大方向的开始 所以台股接下来先不用想这么多 我们就先看待震荡 震荡个别股表现 那至于说行情会不会突然要马上往下崩呢 其实我们看到贵买指数 其实你会发现几率是比较小的 因为今天贵买指数 有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那也符合先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过 台电溢价差开始收敛 接下来全职股的表现可能会稍微比较弱一点 那这边大型股会不如中小型股 所以你可以从贵买指数跟加全职股的走法 这边完全得到了一个验证 所以目前这些行情还在 那保持着一个多头的一个轮动的格局 因为你可以看到军线都还是向上的 所以多头轮动的格局 我们就不用预设那个立场 宇宙的镜头会到哪边 硕在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我们只要照着形态上面来打单就可以了 那或许你会问周哥想说 周哥那目前这个轮动 对啊 这个敦态爆量杀 轮动好像有点快速 我们应该怎么掌握到这赚钱的机会 那说实在 这敦态驱动IC涨价 也不是今天才开始跟你讲 其实它已经从去年行一整路了 从去年一直涨到现在 那涨多震荡是难免的 难免的 对我们刚才提到 这边市场他会先管管一下这联储关利率 到底讲了些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涨多 那有一些人也是想这样 赚这么多就先卖一些吧 所以这边有出现一个震荡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提醒 涨多震荡是难免的 那如果你在车上的话 你只要守着一个出场点就好 那其实在金牌比一比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提醒 这出场点你应该怎么抓 你可以抓缺口位置 你也可以抓均线的位置 所以你在车上 假如这些条件没有符合之前 其实你大可这样 大可续报 那其实说还没有上测投票 这边应该如何掌握 其实控制你的资金部位 那这边停顺点好色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这边的强势股震荡拉回 比较没有破低 我们认为说 其实又是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 因为涨价趋势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高一段落 而且这涨价趋势有机会延续到第二期 甚至第三期有法兰仪式乐观看待 那如果你跟我们说 这些个股我们不想操作 不想去过度追高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个股会比较安全的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二三一级的红海 红家军的表现也很亮眼 红家军现在涨势是非常的整齐 那你们可以再往前回推一下 红家军红海这档 在这边横向整理的时候 是不是符合我们跟大家提到 量数的震荡拉回没有破低 在这种横向整理的时候 你经常去做布局 量数的时候经常布局 那等到这边 它开始往上去做突破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这样 开始再分批货率下车 当乖离过大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货率了结 所以我们跟大家提到 电动车是今年最大的一个题材 那红家军之外 其实这个高值率概念 我们也在跟大家提醒 会是盘面上的一个重点 那高值率概念这么多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掌握呢 因为有的一公布之后 就往上去跳红 往上做涨铁 那其实这是有一些没搞 这边这种就稍微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高值率概念 你可以去找寻什么 找寻他过去的一个配发股利的情形 如果说他过去配发股利 大概是抓了七成或是八成好了 那抓了七成八成 你再推敲一下去年的获利 如果说去年这边赚非常多 比如说去年的防疫概念股 或是WFH概念的笔电相关概念股 他们去年赚这么多 那如果他们推敲一下 如果是配个七成配个八成 那再换上层值率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值率非常诱人 那这边在他公布股利的时候 股价就很容易怎样 在隔天往上去跳空 那当然会有一种心情是这样 他鼓励不如预期往下去跳空 这种心情也是会有的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当你有十笔交易 就是按照这种模式去做操作的话 其实十笔交易可能这样 可能六笔会赚钱 四笔会赔钱 那我来看其实你最后还是赚钱的 其实有很多大户人都是在玩这种游戏 这边先找寻说 找寻什么 有可能要配发高股利的股票 那先进场布局之后 等到他一公布之后 这边就是怎样 顺势做短线加差给获利卖出 那高持续概念还要哪些有机会 有机会公布之后 是一个往上跳空开高的个股呢 其实我们在群组都有陆续帮大家做更新 所以高持续概念到底还有哪些呢 不妨加入中哥的Lighter跟Telgram 来看看到底还有哪些个股 有机会往上做飙涨的 那欢迎大家加入 以上谢谢 记得加入龙哥的Telgram跟Lighter 台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